在廉價期間有很多景點 都擠滿人潮 卻也同時出現亂象 比方在屏東墾丁 有潛水業者是違規 讓遊客坐在貨車的後車斗 被警方開單 而在高雄 還有兩家餐酒館 是因為沒有使用隔板 而被開罰 至於在臺南 有知名的牛肉湯店 是一大早就排滿人潮 卻沒有落實社交距離的規範 遊客坐在貨車後車斗 沿途搖搖晃晃 你知道後面不能載人嗎 業者準備將人載往墾丁 後壁湖潛水 但車上的他們沒有任何防護 相當危險 中秋連假墾丁 湧入大批遊客 有業者違規用貨車載人 沙灘上也有民眾 沒有確實戴上口罩 肯管出表示 民眾大多是玩水後上岸 沒立即戴口罩 勸導後都有配殼 因此沒開單 不過警方呼籲 疫情維持二級警戒 仍應遵守交通法則 及防疫措施 不能鬆懈 而在高雄則有兩家 參酒館十八號深夜 客人眾多 卻被衛生人員 機查到沒有確實使用隔板 兩家業者分別被處三千到一萬五千元罰還 至於臺南則有中西區一間知名牛肉湯店 出現排隊人榮 卻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中秋連假 民眾出遊興趣高 也得做好防疫規範 免得假期後 又讓疫情拉緊報 記者王庭孟昭全屏東高雄台南報導